第一個為千萬小老弟老鐵門跟來的 那今天這一集呢我們來看這個 這個品牌叫做ZAGG的 這個品牌其實 他也是我們 我跟你們講說你們也是去這個DJSHOP DJSHOP.COM.TW 那我認為呢這個 ZAGG呢這個寶物殼呢 其實我認為他其實應該是跟GEAR4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說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會叫ZAGG 所以他的型啊 跟GEAR4基本上是完全 都是 我是覺得模子一樣啊 只是說他的名稱不一樣 那他的特別就在於說你有時候去買 比如說你現在在這個網站裡去買啊 他的GEAR4可能就是 我稍微看一下 他的GEAR4 我記得我那天在看的話 他的iPhone14 Pro Max 他只有Crystal Palace 所以他只有透明的 那你們可以去看這個ZAGG他是同樣一樣的 完全一模一樣的型 但是他有這種 今天給你們看的是 這一個是有一種這個彩虹的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要推薦 就是要推薦這種特別的 特別的這個殼 那GEAR4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他那個殼很難 他的不是殼啊 這個盒子很難拆吧 我看一下GAGG這個會不會比較好 顯然好像比較好拿出來 你如果是拿GEAR4的都整個殼都會拆爛 好拿出來了以後 不過這個要怎麼弄起來 看一下 這邊可能要割 這個也是我們今天來看就是比較特殊的殼 這個我看一下 這種彩虹的 既然要買就是要買彩虹的 看一下 然後我們把它塞開 好把他拿出來 哇這個殼超漂亮的 哇這個一定要好好的介紹 那另外就是這個的話呢 我們來看的話就會覺得 你會覺得說這個殼啊 這個盒子啊 我基本上連跟GEAR4都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就不大看了 輕薄的設計 Slim Design 然後他的這個殼應該是 保護貼什麼都可以 然後他有防指紋的 另外他的防摔也是蠻 蠻高的 D君 這是也是D君的 就是DJ Sharp的 你們要買這正版的 這個代理商很好的 一定要買正版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保護殼 哇這個保護殼要好好的講 這個我建議啦 你也是 去搶了 哇這個殼超級輕啊 我現在還沒有在摸就超級的輕 好輕喔 而且他這一個殼就是我講的那種是 有一點像金透的那種 這種殼啊最好了 就是你根本不用去 根本不用去管他會不會去刮傷啊 或者是說會不會去髒啊 會不會去弄得很髒啊 因為他這種殼就是那種 我說的那種金透霧面的那種 的那種材質啊 而且他非常薄 我都把他這個做的跟我們上上一集那個RNH的 就是RNH的就是基本上很像原廠的這個超輕薄的 你如果要輕薄手感的我建議你趕快這個要入手 另外就是他的按鍵一定會很好按 這個就是我講的 你們說原廠的按鍵不好按嘛 你就是在旁邊為什麼要刮兩刀 所以他的按鍵也是有刮兩刀的 所以這種的按鈕一定是非常好按 然後他這個開孔基本上做的都是跟原廠的版型一樣 另外他的側面就是有這個防滑的這個 因為這種材質他太滑了 他有設計到替你想到有做這個防滑的刻痕 所以你今天在拿這個哇這個摸起來也是很舒服 這個刻痕啊摸起來你就不會太滑 所以你在拿的時候他這個刻痕哇很舒服 另外他這個版型就是做的很像原廠的 原廠的那種也是很輕薄 跟那個RNHF的是基本上哇這個都是 哇這太棒了吧這個殼 然後他最炫的就是後面這一個 哇這個七彩霓紅的 這種殼你就不用擔心變黃 因為他這個材質是霧面的以外 他又有做這個七彩霓紅 我的老天啊這太漂亮了 然後又有MagSafe 你們要輕薄手感的這個要先搶 我也是覺得這個要先搶 然後他是硬GAGG 然後他的這個防護的啊 我看一下這個高 應該是也是會有重 也是會保護的到 我們等時機再來再看 但是這個你們一定不用擔心 因為這種殼他不可能低於你的鏡頭啊 這人家廠商一定會有設計到 只是說他做的比較輕薄 有一點像原廠的那種感覺 就是只有一圈 他沒有很刻意像那個 金石或者是那個 金石的Hoda那個特別比較 看起來比較大塊 他就是小小塊的 然後他這個型就很像那個GEAR4的 只是他硬GAGG 哇這個顏色你看這超漂亮 而且非常非常輕 我們先來看一下他的重量 這個你要很輕薄手感的 RNF或者是這個GEAR4的 記得先買 這個要先搶 而且他不是做的像Crystal Palace 他完全是超輕薄的 他這個殼是輕薄型的 看一下 看一下有多重啊 哇三十六 三十六點七啊 跟RNF那一個差不多 大概就是三十三到三十六 這個也是非常輕的 原廠的話大概也是都是 三十三到三十五 哇這個殼真的很不錯 所以這個是彩虹的 所以 這一個彩虹的 那我們來測一下他的Meg Save 稍微吸一下 我們現在沒有時機嘛 我們就稍微看一下 吸一下 哇他的Meg Save也算蠻 也算蠻強的 你這樣在吸 我是覺得也是蠻 算蠻牢固的 喔這樣吸算蠻牢固的 好 然後我們看一下 他的這個底面啊 他雖然是做的都是很平整 但是我認為他的 還是有做一點心思 就是說他的底面是 還是有多一個這個 稍微的 他想要讓他可以佔 平放在這個桌面上 所以他的其他三個角 也是有做這個小的 這個凸起來 但是他很聰明 他做的很小 所以你在摸的話 就不會說太凸的話 有時候會卡到手 他就不會 他就是很小的一塊而已 他很小的一塊 所以你基本上是 我現在在摸是摸不出油 基本上你不會感覺到 有他的存在 所以他這個設計是非常不錯的 然後這種開孔 做的都很好 而且他的厲害是 我覺得他連那個旁邊的這個 旁邊的這個收線啊 做的都很小 他基本上整個摸起來 就是都很光滑 不會有什麼刮手感 哇這個很好欸 這個你們也是趕快先搶 ZHG的這個 哇這樣子是 哇 這個很特別 而且又這個彩虹 按鈕的部分就是在強調一邊 就是他有割線 所以這個按鈕 就是按起來應該是會不錯 我們等時機來 我們再做一個測試 另外新款的這個 他這邊也是有挖一個這個孔 新版的這個14 Pro Max的 他是動態導嘛 那他們上面就是這個喇叭的部分 他這個也是有挖孔的 都是非常漂亮的 這高度一定也是夠的 所以都不用擔心 哇這個可以欸 好吧 那這一個就是跟 ZHG其實這個品牌 他做的型啊 就跟那個 Gear 4非常非常像 只是說他的材質跟 防摔的殼 可能他的有一些不同 他這個殼 就不是像Gear 4的 那個Crystal Palace那麼厚重 他完全是 做一個非常輕薄 而且旁邊是有這種 刻痕止滑 又防髒防無你 今天如果很懶的人 我認為這一個是可以搶 如果你說那個RNF的話 跟ZHG來比的話 ZHG的話又會更 更輕鬆的去照顧 那如果是這個RNF的 剛才上一集的那一個殼的話 我認為那一個是質感型的 就是他想要把那個背面露出來 然後旁邊也是做的像原廠型的 這兩個都是非常棒的 那就看你喜歡哪一個 就趕快先搶起來 好吧 那今天這一集 我們就差不多到這邊了 那我看一下他還有沒有什麼一些 細節 對他的一些充電什麼都是可以的 另外我看一下他的這個 看一下好了 他的這個 他這個也是防刮防髒污的 我看他在擦拭的話 我試看看他應該是也是不是 不會他這個都超光滑的 比較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刮傷也不會什麼刮痕 哇所以ZHG也是非常好清潔的 裡面的話這種他這個都是軟的啊 就是他這都是塑料 就是這種軟的 他的這個殼是有點稍微軟的這種塑料 所以這種撞到都是不會損傷的 所以這個應該也是 我看一下這應該是也有軍規的吧 這個殼應該也是有1米多的 大概是1米2的啦 普通的 雖然他這邊沒有寫 另外他有兩年的保固 然後他是這種再生材質 哇這個殼也不錯 好吧 那今天這一集就到這了 希望會對你們很有幫助 這個也趕快搶ZHG的 去這個DJ Shop裡面 然後你去找ZHG的品牌 ZHG的品牌或者是說 你去搜尋你的手機的型號 在這個DJ Shop 好那今天這一集就到這了 好 好